直到去年她出差的時候 我無意間發現了一本日記 時間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點 地點一九八八西三廳烘焙工坊 溫度食物攝氏度天氣清空氣乾燥 為了給媽媽準備生日蛋糕 我參加了顧小儀的烘焙工坊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她 她就是媽媽說過的那種愛笑的人 婚姻計劃的第一步是製造偶然的鄉女 探查到目標今天要來送貨後 我就開始計算 按照目標每分鐘八十步的行進速度 從門口到進入大堂 正好需要一分鐘 我所在的玻璃窗距離大堂 和門口到大堂的距離是相同的 但按照我每分鐘一百二十步的頻率 想要正好趕上我需要晚出發二十秒 在碰上的那一刻力度需要食牛 可以正好保證蛋糕落地 而不傷害到目標對象 在規定的時間裡 按照我的規定 所以她的結婚計劃進行了積極的配合 是優等的人選 這證明我的選擇是沒有錯的 接下來她應該也能很好地完成 今後的生育計劃 以及其他的人生計劃 你還說她是兵馬俑 你這老公徹頭徹底就是一僵屍 我這麼熱愛生活的一個人 從小別人都說我活泊好動 跟她在一起生活久了 我也變成植物人了 我們倆每天在家裡就是這樣 植物大戰僵屍 真 如果是我 我一天都過不下去 聽著都讓人不寒而慄 是吧 是吧 你們都覺得是吧 我倒是覺得還好 您別搭理她 她也是一冷血動物 您繼續 那是一種透徹心皮的冷 我終於看透了她 在她的內心深處 是沒有一點感情的 一切都是計劃 任何不在她計劃裡的東西 都會被無情地消滅 你肯定不是這樣的人 我聽明白了 哥們就是一終結者 必須離婚 才能挽救我們娘倆 她堅決不離 律師都沒有辦法 您放心吧 我們分手大師保證 從現在開始您不用再容忍了 其實我最擔心的 就是田田在她的控制下 也會變成和她一樣的怪物 可以說 田田的自閉傾向是蔣莫然一手造成的 是她扼殺了田田的繪畫天賦 把她變成了一個 只會被數學攻勢的複讀機 我一直知道蔣莫然是一個 刻板嚴謹的男人 剛開始我覺得這種性格的男人 踏實可靠 值得託付終身 可是沒有想到結婚以後 她變本家裡 控制成癮 女人生命中的兩大悲劇 肉長在不該長的地兒 感情給了不該給的人 那看來我比你慘 這兩大悲劇我已經急於一身了 我一直容忍 只是沒有想到 我的容忍 最後給田田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這次是她的 這麼晚怎麼還不睡啊 親愛的 今天是你的生日 多晚我們娘倆都必須等你啊 田田快醒醒 爸爸回來了 給爸爸過生日了 之前我不是說了嗎 今天我要加班 會回來很晚 開開眼 你老婆我親手做的 厲害吧 這不是你的專業嗎 厲害什麼 不厲害 你厲害 連點正常男人的 基本套路都沒有 你是說我不正常 哪裡 點蠟燭啊 爸爸今年三十二歲 我媽給他插上三長兩短 躺著孩子的面 想說什麼呢 有我一下嗎 大男人別那麼矯情 得不情調都沒有 好 許個願吧 好 好了 許完了 對啊 田田 你不是缠了半天了嗎 跟爸爸一起開動吧 來 等一下啊 這一百個蛋糕 就有三百四十七大咖的熱量 而且啊 糖分 脂肪 含量都很高 吃了對身體不健康 我們還是不要吃了 江柏然今天是你的生日 給我點面子好嗎 就吃一塊 我的面子就這麼大啊 你不是整天照鏡子說自己的臉大嗎 這樣多好 可何況 我剛才為了你 這一口蛋糕 足足有五顆 最少有十七大咖 噔噔噔噔噔 田田 你不是有驚喜送給爸爸嗎 快點拿出來吧 祝爸爸生日快樂 謝謝寶貝 寶貝 寶貝你看 三 二 三乘以二等於幾 三除以二等於幾啊 三乘以二等於六 三除以二等於 等於一點五 等於你個二百五 你想幹嘛呀 我是為了田田好 數學是上帝的語言 田田必須要學好 至於畫畫嘛 當做一個愛好 隨便畫畫就行了 孩子他自己喜歡畫 可是我不能讓我的孩子 輸在氣泡線上 我忍你很久了 你知道田田為了給你過生日 畫這幅畫用了多長時間嗎 你瘋了吧你 家庭教育守則第一條 不要當著孩子沒找家 好嗎 已經十點多了 田田 我們唱完生日歌 就準備睡覺好嗎 那我們一塊唱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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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馬俑 他完完全全就是一尊活的兵馬俑 我們倆每天貌似生活在一起 思維方式完全不在一個朝代 就是古今大戰親友情 我說這位機器人大哥 你平時一板一眼我不管你 但是你不能這麼對咱們的女兒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 你要讓孩子順著自己的天性發展 而不是一味順著你嘴裡的科學 請相信我 我現在的做法 才是順應田田的天性 我要去田田的房間睡 我也要順應我自己的天性發展 等一下 你身體的溫度是三十六度七 嘴唇的溫度是負三十六度七 因為你就是一個冰冷的人 一點溫度都沒有 我總以為這是我的問題 畢竟在所有外人看來 蔣茉然對我都是愛護有加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我意識到 我錯了 天天媽媽 據我們遠方觀察 現在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還是希望 您能帶孩子到醫院去做一個檢查 小宇老師 你們覺得田田有那麼嚴重嗎 孩子的事不是小事 我們還是希望家長能夠引起重視 蔣茉然 田田被查出來有自閉傾向 你說怎麼辦吧 田田沒有任何病 你幹嗎呀你 幹嗎呀你 我說了田田沒有病 她跟其他的孩子一模一樣 現在外面全是用醫 為了掙錢他們才會亂下診斷 田田本來非常健康 都是你那些無聊死板可怕之計的教育方式 田田才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我的這種教育方式怎麼了 孩子學習本來就不能只靠興趣 你知道傅雷家書裡面 傅雷是怎麼教育復聰的嗎 我沒文化不愛讀書 別給我說你的傅明家書 傅雷 我說的是傅雷 傅雷是個教育家好嗎 你說的傅明那是 那是我愛我家 太久教育下假知我假知心 我就愛看我愛我家怎麼了 人家假知過假日心他爸比你會教小孩 你沒有工夫讀書 反而有工夫跟我在會兒討論如何教育孩子 我告訴你 我從小就是這麼長大的 我現在不張揚很優秀嗎 你優秀 你早就生鏽了 你熊不可雕 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不想田田長大變成你這個樣子 變成我這樣怎麼了 你現在不是張揚選擇嫁給我嗎 我後悔我特別後悔 我非常後悔四季 我們離婚吧 我告訴你啊 離婚這兩個字 永遠不要輕易地說出口 這對一個家庭來說 是一個莫大的傷害你知道嗎 一分鐘前你還在跟我嘻嘻哈哈 現在呢你一衝動 你就要跟我離婚 這叫典型的衝動你知道嗎 而且這是你最大的性格缺陷 說來說去我們倆 反倒是我有性格缺陷了 沒錯 而且你這種性格缺陷 很可能就隱藏在你的遺傳基因當中 所以田田的基因 只有靠我力挽狂瀾你知道嗎 你靠邊站吧 我不會讓你再害田田一輩子 一個家庭就好比是一個水分子 它是由兩個氫粒子和一個氧粒子 所組成的 它的結構十分地穩定 一旦拆開就會發生爆炸 那你為什麼直到半年前 你才提出離婚申請 還不是為了田田 我想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 所以我也從來沒有放棄 跟蔣木然的溝通 我總是想結了婚之後 男人和女人 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用不著 非得彼此面對 只要一直在一起就可以了 在一起是在一起 可是這天天屁股對著屁股 這也不是個事吧 我一直忍著 一直忍著 姐 也許你已經忘了我以前的樣子 也許你已經不記得 我們曾經一起的歡生笑語 但是我還是希望像以前一樣 把這朵玫瑰發給你 你把心給我 我們一起長長久久 細水暢流 好 你的手裏有九十八朵玫瑰 我這裏呢還有一朵 加在一起是九十九朵玫瑰 它代表 代表這天長地久耶 我不說法 好 我顧小毅 要和蔣茉然永遠都在一起 蔣茉然 你願意陪顧小毅 一同走過漫漫人生路嗎 我願意 我小趟太大 別拍了 小燕 你願不願意陪蔣茉然 沖走一次人生路 我們重新開始 重新創造幸福 重新創造記憶 好嗎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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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姐 小燕姐 顧小燕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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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在乎 你以为他送这些 你以为他送这个 你以为他送这个 那只是踏出 我把你的专家 你以为他送幸 你以为他送一个 这次对吗 那他送辑 这次是你 这次是层次的 这次的职位 不仅能说 这次赋试 我们分文不收 而且我保证 一定将这事负责到底 让您和您妻子重归以后 看来我之前的工作 做得还不到位 我会对你们重新进行评估 老大 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了 那计划好好的 九十八朵玫瑰花一朵不少 怎么就失败了呢 就是啊 你说我忙前忙后了 腿都快跑断了 到现在 竹篮打水 不敞户 按照计划呢 简陌然重新向顾小艺求婚 谁知道顾小艺非但不领情 当场就爆发了 把花直接扔到了 贾陌然身上 哎 别 按照这么重要的场面刺激下 那顾小艺总得想起点什么吧 就算她什么都没想起来 也不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啊 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有一种失忆 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患者在遭受心理创伤之后 会进行选择性的逃避 通过强大的心理暗示 来进行遗忘达到目的 可问题是 顾小艺心理到底是受了什么创伤 那蒋茫然对她那么好 千方百计想把她留住 要我说呀 这里面 另有玄机 根本就没有失忆这回事儿了 是我们想多了 这其中没一定遗漏了什么细节 有一个最重要的线索 是蒋婷婷的病 咱买个汽车怎么样 红颜色的多酷 好不好 三十二加七十三等 四三十 咱不算数了啊 直升飞机 你看 直升飞机怎么样 给你买个 三十六等 乘五四 宝贝 等五等五 正好 回来了 唉 怎么了 你这一个个无精大采的 唉 谢谢 谢谢这次您选择了我们 我很荣幸 选择你们并不代表相信你们 你们三番两次来找我 为什么 我说过我的职业是一名分手大师 作为一名商人 我找到您 肯定是因为嗅到了商机 之前的帮忙确实是免费的 但是这不代表接下来我们不会收费 本来生意就是有偿的 我也希望您能理解 有偿我当然能理解 但是取之有道 请问 律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们能有什么办法啊 您不试试 怎么知道我们办不了呢 半年前 我们就开始进行律师调解了 我的家人和朋友都认为我脑子有病 无理取闹 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的 我非常能理解您的痛苦 所以分手大师才应孕而生 我们的宗旨是 帮助每一个深陷痛苦的人 脱离枷锁 你们一直在调查我吗 不不 您误会了 其实我们并不了解您 只是很恰巧我们了解我们的竞争对手 蒋默然为了拴住你 他去找了复合大师 所以我们才知道您的存在 原来是这样 我和蒋默然都变成了一个商品 是你们双方争夺胜负的筹码 能能能能 我们和他们完全不一样 虽然我也是一名商人 但是我们是有原则有底线的 他们注定会失败 就算我这辈子离不了婚 但我也绝不会再爱上蒋默然 你其实根本就没失忆对吗 当然 我要是失忆就好了 我能清楚地记得 我和蒋默然相处的每一个细节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 他对我梦梦女所做的事情 所以 我一定会跟他离婚 如果周末推测的是真的 蒋甜甜真的有心理疾病 或者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我还真就想不明白了 你说这个蒋默然 算是公司扣管 也算是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 可家里老婆有问题 孩子有问题 可他偏偏不是蒋默然要离婚 而是他老婆不依不饶的 搞不懂 搞不懂 我觉得啊 这正好说明蒋默然他是个好男人 我仔细观察过他 他这个人啊 虽然个性比较古板 但正是因为这种个性 他才会很沉稳 值得人依靠啊 虽然说他在颜值上和我的偶像们 确实差那么一丢丢 但是人品还说得过去啊 所以问题的关键 应该还是在顾晓逸身上 我觉得叶子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那当然 马屁你基本上 怎么了 瞧你那扣骚劲 马屁都自己捂着 熏自己 老大刚才是不在这呢 人呢 就是啊 中文也不见了 这两个人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 不干净 把水给我 去 站住 你该死的不干净 站住 你该死的不干净 可以说 田田的自闭倾向 是蒋默然一手造成的 是她扼杀了田田的绘画天赋 把她变成了一个 只会被数学攻势的复读机 我一直知道 蒋默然是一个 刻板严谨的男人 刚开始我觉得 这种性格的男人 踏实 可靠 值得托付终身 可是没有想到结婚以后 她变本加力 控制成也 女人生命中的 两大悲剧 肉长在不该长的地儿 感情给了不该给的人 那看来我比你惨 这两大悲剧 我已经急于一身了 我一直容忍 只是没有想到 我的容忍 最后给田田造成了 无法弥补的伤害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亲爱的 今天是你的生日 多晚我们娘俩 都必须等你啊 田田快醒醒 爸爸回来了 给爸爸过生日了 之前我不是说了吗 今天我要加班 会回来很晚 开开眼 你老婆我亲手做的 厉害吧 这不是你的专业吗 厉害什么 不厉害 你厉害 连点正常男人的 基本套路都没有 你是说我不正常 哪里 点蜡烛啊 爸爸今年三十二岁 我妈给他插上 三长两短 这么多人 躺着孩子的命 想说什么呢 有我一下吗 大男人别那么矯情 又迷你了 点情调都没有 许个愿吧 好 好了 许完了啊 对啊 田田 你不是缠了半天了吗 跟爸爸一起开动吧 等一下 这一百颗蛋糕 就有三百四十七大咖的热量 而且糖分 脂肪 含量都很高 吃了对身体不健康 我们还是不要吃了 蒋默然 今天是你的生日 给我点面子好吗 就吃一块 我的面子就这么大 你不是整天照镜子说 自己的脸大吗 这样多好 可何况 我刚才为了你 这一口蛋糕足足有五克 最少有十七大咖 天天 你不是有惊喜送给爸爸吗 快点拿出来吧 祝爸爸生日快乐 谢谢宝贝 宝贝你看 三 二 三乘以二等一起 三除以二等一起啊 三乘以二等于六 三除以二等于 三除以二等于一点五 等于你个二百五 你想干吗呀 我是为了天天好 数学是上帝的语言 天天必须要学好 至于画画嘛 当做一个爱好 随便画画就行了 孩子他自己喜欢画 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输在气泡线上 我忍你很久了 你知道天天为了给你过生日 画这幅画用了多长时间吗 你疯了吗你 家庭教育手则第一条 不要当着孩子面吵架 好吗 已经十点多了 天天 我们唱完生日歌 就准备睡觉好吗 那我们一块上 那我们一块上 兵马俑 他完完全全就是一尊活的兵马俑 我们俩每天貌似生活在一起 思维方式完全不在一个朝代 就是古今大战其用情 我说 这位机器人大哥 你平时一板一眼 我不管你 但是你不能这么对 咱们的女儿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 你要让孩子 顺着自己的天性发展 而不是一味顺着你嘴里的科学 请相信我 我现在的做法 才是顺应甜甜的天性 我要去甜甜的房间睡 我也要顺应我自己的天性发展 等一下 晚安 等一下 你身体的温度是三十六度七 嘴唇的温度是负三十六度七 因为你就是一个冰冷的人 一点温度都没有 我总以为这是我的问题 毕竟在所有外人看来 蒋茉然对我都是爱护有加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我意识到 我错了 甜甜妈妈 据我们远方观察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还是希望 您能带孩子到医院 去做一个检查 小语老师 你们觉得甜甜有那么严重吗 孩子的事不是小事 我们还是希望家长 能够引起重视 蒋茉然 甜甜被查出来有自闭倾向 你说怎么办吧 甜甜没有任何病 你干吗呀你 干吗呀你 我说了 甜甜没有病 她跟其他的孩子一模一样 现在外面全是用医 为了挣钱 他们才会乱下诊断 甜甜本来非常健康 都是你那些无聊 死板可怕之际的教育方式 甜甜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怎么了 孩子学习本来就不能只靠兴趣 你知道傅雷家书里面 傅雷是怎么教育复聪的吗 我没文化不爱读书 别跟我说您的傅铭家书 傅雷 我说的是傅雷 傅雷是个教育家好吗 你说的傅铭那是 那是我爱我家 他也就教育一下假之国假之心 我就爱看我爱我家怎么了 人家假之国假之心 他爸比你会教小孩 你没有工夫读书 反而有工夫跟我在会儿 讨论如何教育孩子 我告诉你 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 我现在不张晏很优秀吗 你优秀 你早就生锈了 你熊不可雕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甜甜长大 变成你这个样子 变成我这样怎么了 你现在不是张晏选择嫁给我吗 我后悔 我特别后悔 我非常后悔四季 我们离婚吧 我告诉你啊 离婚这两个字 永远不要轻易地说出口 这对一个家庭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伤害 你知道吗 一分钟前 你还在跟我嘻嘻哈哈 现在呢 你一冲动 你就要跟我离婚 这叫典型的冲动 你知道吗 而且这是你最大的 性格缺陷 说来说去 我们俩反倒是我有性格缺陷了 没错 而且你这种性格缺陷 很可能就隐藏在 你的遗传基因当中 所以甜甜的基因 只有靠我力挽狂澜 你知道吗 你靠边站吧 我不会让你再害甜甜一辈子 一个家庭就好比是一个水分子 它是由两个氢粒子 和一个氧粒子所组成的 它的结构十分地稳定 一旦拆开 就会发生爆炸 那你为什么直到半年前 你才提出离婚申请 还不是为了甜甜 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放弃 跟蒋莫然的沟通 我总是想结了婚之后 男人和女人 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用不着 非得彼此面对 只要一直在一起就可以了 在一起是在一起 可是这天天屁股对着屁股 这也不是个事吧 我一直忍着 一直忍着 直到去年她出差的时候 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日记 时间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点 地点1988西餐厅烘焙工坊 温度15摄氏度 天气晴 空气干燥 为了给妈妈准备生日蛋糕 我参加了顾小姨的烘焙工坊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 她就是妈妈说过的那种 爱笑的女人 婚姻计划的第一步 是制造偶然的项目 探查到目标 今天要来送货后 我就开始计算 按照目标 每分钟八十步的行进速度 从门口到进入大堂 正好需要一分钟 我所在的玻璃窗 距离大堂 和门口到大堂的距离 是相同的 但按照我每分钟 一百二十步的频率 想要正好赶上 我需要晚出发二十秒 我所在的玻璃窗 在碰胀的那一刻 力度需要石牛 可以正好保证蛋糕落地 而不伤害到目标对象 我很意外 上次醉酒后的求婚 居然会成功 但无论如何 我的婚姻计划 按时完成 根据观察 目标对象 在规定的时间里 按照我的结婚计划 进行了积极的配合 是优等的人选 这证明 我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接下来 她应该也能很好的完成 今后的生育计划 以及其他的人生计划 我去 你还说她是兵马俑 你这老公彻头彻底 就是一僵尸 我这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从小别人都说我活泼好动 跟她在一起生活久了 我也变成植物人了 我们俩每天在家里就是这样 植物大战僵尸 真 如果是我 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听着都让人不寒而栗 是吧 是吧 你们都觉得是吧 我倒是觉得还好 您别搭理她 她也是一冷血动物 您继续 那是一种透彻心皮的冷 我终于看透了她 在她的内心深处 是没有一点感情的 一切都是计划 任何不在她计划里的东西 都会被无情地消灭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我听明白了 哥们就是一终结者 必须离婚 才能挽救我们娘俩 她坚决不离 律师都没有办法 您放心吧 我们分手大师保证 从现在开始 您不用再容忍了 其实我最担心的 就是田田在她的控制下 也会变成和她一样的怪物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 蒋默然这种人呢 我这就是个变态 虽然我也不是很喜欢 蒋默然这个人 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 蒋默然不是变态 而是人冷感症 什么症 人冷感症 没听说过 听说过人冷 听说过高冷 没听说过人冷感症 余老师 我突然觉得 我跟你说你别生气 你不觉得你和蒋默然 有欲起同工的地方吗 你这是什么话呀 啊 你这么说我非常不高兴 我怎么可能跟她相 咱咱咱咱 智商都特别高 办事特别葛 我觉得你应该特别能理解她 何总 你不能因为我的智商高 就歧视我 我跟蒋默然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的心 是热的 你 周一 复合大师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是您第一次光临我们事务所 有何尖叫 顾小怡是你带走的吗 她在什么地方 大哥 她去哪儿我怎么知道 我们的工作虽然矛盾 一个分手一个复合 但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替人做情感服务的 没错吧 没错啊 我觉得没问题 我同意 之前方淼的事情 我们不是合作挺愉快的吗 所以在未来的业务上 我们没有必要一位对立吧 我们各行其事没有对立可言啊 我真的觉得你不可以回到 一个完美的家庭 你先别急着指控好吗 首先 我们两个委托人 有着完全相悖的诉求 而且在我的调查中 我对您所谓的美满家庭 非常非常不赞同 在我看来 恰恰是你把顾小怡 推向了一个神经病的怀抱 是不是 吴老师 我打断一下啊 这个神经病跟精神病啊 是两种不同的症状 其次呢 人狼感症也不是精神病 认证 你哪头呢 你仅仅是因为接了顾小怡的委托 才这么做吗 当然了 不参杂任何的情绪 那不然呢 我为什么要插手 天天蒋博然之间的感情 也可能她认为你 钱和月亮可以报复呢 啊 余老师去给自己倒杯水 李断 我很感谢你今天可以到这儿 开诚不公地跟我聊这些 如果说我以前对你有成见 还写过文章 攻击过你们附和大师 那今天我现在 真诚地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对不起 咱俩这样聊天我还 我有点记不住 不是 怎么 什么意思啊 但这次我真的觉得我是对的 他们应该分手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分手大师 曾经感情上我们棋风对手 希望在职场上 也可以一较高下 好 既然这样 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你怎么这么看 是 你怎么看 谈得不好再打起来 出危险怎么办 怎么 你担心我 美的你 我担心的是我姐 你们两个对我来说 都是特别重要的人 我 不希望你们谈得不好 何周一接受了 顾小义的委托 我们之前的调查方向错了 顾小义根本没有脑震荡 也没有失忆 问题出现在蒙茫然身上 什么 十万货金 回公司再说吧 不是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叶子 最后一瓶了 如果成功了 今天晚上你答应和我一起 吃饭去 好啊 不是 添加 你怎么回事 干什么 干什么 全声 叶子 晚上跟我吃鸭去 不干脚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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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 重新定制计划 为什么呀 我们计划有漏洞吗 这个计划本身就是个漏洞 叶子 咱先不说晚上怎么吃 不不不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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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哪位啊 李总啊 哎呀 好久都不见了 你最近忙吗 哦 李总 哦 李总 我知道呀 不好意思 我刚没听清楚 你说 不许骂人 你才是贵人呢 我那个直播都是瞎弄的 没想到现在粉丝那么多 你说什么 啊 你说什么植入 哦 植入的事情 我还没有考虑过 我就是想 节目前期 还是要把节目的质量 先做上去 哎 但是 好的东西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你说的那个植入的东西 是什么呀 喂 喂 多人呢 那你好会离开我和爸爸吗 妈妈 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 妈妈永远最爱的天天 那我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妈妈最近真是太忙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 妈妈带你去吃 喂 哎 女总 哎 刚才断了 不知道是我这儿信号不好 还是你那儿信号不好 你刚说植入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哦 怎么才回来 我等着你们半天了 我已经叫了外卖 赶紧吃吧 我带天天去补习了 我们在外面吃过了 天天 刚才妈妈带你去哪儿了 妈妈带我去画画了 天天先回自己的房间 你说 不许骂人你才是贵人呢 我那个直播都是瞎弄的 没想到现在粉丝那么多 你说什么植入 哦 植入的事情 我还没有考虑过 我就是想节目前期 还是要把节目的质量 先做上去 哎 但是好的东西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你说的那个植入的东西 是什么呀 喂 喂 多人呢 那你好会离开我和爸爸吗 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 妈妈永远最爱的天天啊 那我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妈妈最近真是太忙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 妈妈带你去吃 喂 喂 哎 李总 哎 刚才断了 不知道是我这儿信号不好 还是你那儿信号不好 你刚说植入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才回来 我等着你们半天了 我已经叫了外卖 赶紧吃吧 我带田田去补习了 我们在外面吃过了 又是一个颜色 你妈妈带我去画画了 甜甜 我给你带我去画画了 第二 画画所用的颜料是化学产品 接触了对身体不健康 第三 最重要 家庭教育守则第二条 夫妻之间不要撒谎 刚才你撒谎了 我撒谎 我乐意 你管不着 可你考虑过对孩子的影响吗 别老上纲上线的 那也比你每天冷冰冰的 伪君子的做派强 我不管怎么做 都是科学的 都是为了孩子好 你的科学能算出 他每天开心不开心吗 理论上说 开心的情绪是种生理反应 确切地说 是人体大脑中 多巴胺传递的一种信号 从技术上讲 多巴胺已经可以人工合成 所以开心并不是 人体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 对不起 你知道什么是多巴胺吗 多巴胺 管我屁事 陈默然 别老以为我们俩住在一个屋檐下 你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我告诉你 我再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你再不同意离婚 咱们俩就法庭上见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离婚 跟我在一块不幸福吗 我姓顾 又来了 简直莫名其妙 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 就连所谓的幸福 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 假如要是你有一天发现 你周围所在意的事物 都是假的 都是别人安排好的 你会觉得幸福吗 如果有人为我安排好一切 都是为我好 我求之不得 那是你不是我 世界上每个人对幸福的需求 是不一样的 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 自然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如果把全人类的幸福感 做一个大数据 只要经过计算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稳定的平均值 我告诉你 别老跟我说 你那个扯淡的平均值 鸵鸟的幸福 就是一堆沙子 史克亮的幸福 就是一堆糞球 那你的幸福是什么 一堆沙子 还是一堆糞球 我的幸福 就是离开这个 像冰柜一样的家 永远离开你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必须承认 分手大师对整个事件的分析 已经远超过 他们率先提出了 蒋默然患有 人冷感症的判断 而我认为 职重有害 人冷感症指的是那些 不想或者无法与人建立 亲密情感关系的群体 这种人 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来 喝点水吧 谢谢 就像杰克小说家卡夫卡 他曾经三次订婚 又三次婚约 后来他一生都没有结婚 当然了 这种缺失 虽然让他在人机观世上 异常平息 但是 在他的精神世界上 是十分的浮复 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 全部放在自己的工作上 而让自己的事业 达到顶尖位置 从一到十 对自己的各个情况 进去打分 然后将数值 带入公司内 任何重要性的算法 依次为一至五 所以在这个公司上 我们的得分并不高 蒋默然所在的公司 连续五年排行业内 我们对比年报发现 自从蒋默然入职一来 公司的业绩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不过继续数据分析的话 蒋默然的团队有双高 第一 综合业绩排名第一 另一个就是 人员流动率排名第一 很多员工离职的理由 就是老板过于严苛 压力太大 其中有蒋默然开除的员工 占离职的一半 主管 这份文件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都已经反复核对过很多遍了 第二页第三行 标点应用错误 第三页的第五行有出别词 第五页 刺激不相处 明显是打印的时候墨水不够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改成 快 每天和机器人生活在一起 认识谁谁也受不了 我能说句实话吗 你们别看我每天稀稀哈哈的 但是说实话 我真没那么喜欢人际关系 我只有在那儿 全程贯注做东西的时候 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真的 除非工作 业余时间 我宁愿一人待 你 听听 燕子 听听 你说这会靠得住吗 就算结婚了 又是一个蒋默人 不是 除了你燕子 何止是不干交 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 包括我曾经 可能都有这种 不愿与别人打交道 甚至自己独居的一面 只不过人能敢挣 把这一面无限地放大了 可是 一个崇尚自由 尊重自我感受的女性 在不存在背叛的前提下 用了那么多年时间 才发现自己的爱情出问题 你这可能吗 不敢 不敢 你协助业子 分析顾晓玉离婚的所有可能性 找到 教授 你去了解一下蒋默然的背景 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帮助他 蒋默然这儿呢 我倒是知道一点 他爸是山西人 后来做生意呢 定居到深圳了 全家都带过去了 蒋默然从小呢 三年换了四所学校 他在数学方面啊 非常的用功 但是诸如什么作文啊 美术这样需要感受力的课程呢 他是一概不会 那你继续跟进 嗯 各位 贺周一 受到顾晓玉的委托 这一单 不仅牵扯到客户的理 更关乎到我们复合大师的名誉 所以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同意 周末 一姐贺周一 就交给你了 你 来 来 谁啊 姐 姐 你大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咿咿咿的你二碗 你还二碗 这锻炼 你这么大晚上到我这儿干嘛呀 你上哪儿混去了 你 我踩脏了 我锻炼呢 哎呀 多近跪地台呀 哎呀 我这下了班 我饭都没吃 就跑过来看看 给 刚泡奶茶 谢谢 什么时候那么爱工作 是不是最近工作不太顺利 快快说说 让姐高兴高兴 怎么每回我工作一不顺心 你就要幸灾乐火呀 分享啊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和别人分享你的不幸 你又想套我画呢是吧 每回套完我的画之后呢 然后就来破坏我们的计划 每次还被我揭穿 哎呀我 我才不会上去套 我套你画 行 咱今儿谁也别套谁画 有什么本事全放桌面上 公平竞争 那行 咱今天不聊工作 就聊聊姐们之间的知音画是吧 行 哎呀姐啊 我爸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 你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俩人结婚了 然后呢有一个孩子 他们俩肯定是曾经深深爱了吧 可是感情呢 忽然出现了问题了 你说这两个人就要走不下去了 他们两个人真的甘心 就这么冷漠地放弃了吗 有的时候冷漠不是无奇 冷漠是避免你自己受伤害的一种工具 咳有多硬 心就有多软 不然慢慢人生路如何走下去 嗯 姐你这公众话写得多了啊 这说话呢都出口成长了 哈哈 嗯 那你说这件事要是你的话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啊 哎呀我觉得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套话 你说的不就是顾小艺和江沐然吗 等你到了姐这个岁数 你就会明白 其实能喜欢上一个人 没那么简单 所以一旦你认定了 要珍惜 你明白了吗 黄帝有批漂亮的马儿 他救过黄帝的命 所以黄帝让铁匠 在他每一只脚上定一个金马掌 这是甲虫爬了过来 伸出他的瘦腿 也想让铁匠给他金马掌 铁匠讥笑他说 你也想要金马掌吗 你知道马儿为什么要有金马掌呢 《销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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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感谢你今天可以到这儿开诚不公地跟我聊这些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分手大师 曾经感情上我们棋风对手 希望在职场上也可以一较高下 复合大师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如果说婚姻给人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痛苦 那么帮这些人走出痛苦 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 说清楚了 我这次是为了我闺蜜的幸福 不是跟任何人联手 别误会 我知道 咱们俩目的虽然不同 但是在形式上 我们是合作联手的 对吧 直说吧 你想干吗 小玉老师 这是叶子吗 特别好 老板 你让你问了 小玉老师 我不知道 她肯定在外面 她肯定在外面 都ulkino 露得 轻滑 薄 冲 吴 都uld 你每次懊恼的时候 就会一直玩累的 还必须得抓起一个 是能有什么启翻吗 今天的会议主题 是确定分手方案 按照之前的思路 还是对蒋青天下手 我这有三个计划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 转变一下思路吗 这个我认为 我也讨历到了 我还有一个方案 是从蒋默然身上下手 蒋默然 蒋默然软硬不吃 油盐不尽 理性的跟个机器人似的 感情下手 怎么下手 你说 其实在我看来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请余老师明示 既然你觉得雷龙感症 像一个机器人 那我问你 机器人是不是有开关 是不是有线路主板 一个机器人表面看起来 非常强大 刀枪不入 但是只要你把它 关键的地方掐断 它就是一块破铜蓝铁 你是说 只要我们找到蒋默然的开关 然后一举拿下 好 只只 太好了 太好了 咱们还得再去找 顾小姨一趟 大公主讲完的软肋 准备出发 顾小姨一趟 好 顾女士您好 我是复合大师李段 这是我的助手周末 我们想跟你聊聊 我 活在假象里很痛苦吧 我们不是来找您复合的 您先生确实是我的委托人 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 你们的感情走到今天這一步 他有不可退休的责任 好不夸张地讲 他是造成这一切的淵淘 然后呢 我们希望您能帮助我们认识真正的蒋木人 协助我们重新评估这次委托 希望您能相信我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和最大的优点 就是容易相信别人 进来吧 真实的蒋木人就在这个本子里 今天礼拜几天 周一 进来吧 真是没想到啊 还是让你们抢先一步 韩女神 干吗呢 这工作 打招 在没有知回我的前提下 约见我的当事人 这怎么说都很可疑吧 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顾女士是我委托人的妻子 也就是我的委托人 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 我有一些疑惑 所以当然要找我的委托人 了解一下情况了 有 有什么困惑呀 说出来听听 是你对你的价值观产生了动摇 还是你对你自己的职业选择 很没把握 没关系 根据我的观察 你能力还是很好 只是很遗憾 入错了行 顾女士 我必须要善意地劝你一句 其实料理感情就跟做蛋糕一样 料理人的手艺决定了蛋糕的口味 所以您是否要斟煮一家 再欢安一家 我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好 既然话说到这儿 我就再补充一点 我觉得比料理人手艺更重要的是 料理人的品行 料理人的品行决定了这家店 能否长久地开下去 我们能不能不要每次争论的结果 都要以攻击对方的人品而告终 你别偷恨概念 我说的不是私人道德 我说的是职业道德 你们都是什么关系啊 姐妹 情侣 暗恋 而我是你们的当事人 也是你们委托人的妻子 是 是 是 我的人品和品行你们了解多少 就跑到我家里来开辩论赛 讨论私人道德和职业道德 不是 你们都出去 你留下 胡罗颖 愿意愿意 他愿意 他愿意一对一地跟您留下来 慢慢交流 还愣着干吗呀 你们俩 等着赖人家吃晚饭啊 姐 我刚才一旧话都没说 出去 你姐妹跟我来吧 不用啊 怎么了 日记本啊 你给我看看 你我都给我看看 你没事 你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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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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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 你 你 你 就 你 你 你 我 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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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有什么方法 姜默然人能感症的证据 已经趋向无疑了 怪不得顾小怡 一百八十个大转弯 说句实话 我现在呀 他反而有点同情顾小怡 我也是 哎 等等 你们两个怎么集体判面了 帮礼不帮金 就是 先别着急下结论 你们都没有看清楚一个漏洞 什么漏洞 虽然在顾小艺看来 蒋某然的表现 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阴谋 可是想一下 如果蒋某然真是一台冰冷的机器 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和顾小艺离婚 无疑是最节约成本的选择 可是蒋某然却没有这样做 她非常亲切地想要和顾小艺复合 可见她不是彻底的冰冷 她只是不知道该用 如何正确的方式 来面对这次情感 你的意思是说 让蒋某然唤醒 她自己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 或者是说 让她意识到自己情感的缺失 就有可能让顾小艺跟着复合 说得非常好 蒋某然是个情感病人 我们要先治病 再复合 可即使我们知道 蒋某然的问题 但是要想把她治愈 也非常地棘手啊 我们要从哪里入手呢 人冷感症 这个原因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 难道要我们 把她童年时期 所有的阴影都挖出来吗 这个简单 我基本上了解差不多了 我们之前抽到蒋某然小学时代 三年换了四所小学 其实呢 也没有特殊的原因 只是蒋某然他爸呢 不认同学校的教学理念 逼迫他转学的 蒋某然小学 就开始读来读我 没有深交的朋友 咱们呢 从照片上就能看他们 要么是集体合影 要么就是 单独照片 像参加活动啊 同学合影 我是一张都没有找到 别急 我找到了她小学二年级学生 参加美术比赛时的作品 来 开眼啊 这 联想到什么没有 这和蒋甜甜的画也太像了吧 蒋某然的美术生涯 就到此结束了 从那以后呢 她就再也没有发展过任何特长 数学除外啊 可是呢 蒋某然在数学方面的才能 也不是天生的 都是她爸爸 苦心经营的结果 和父亲情感恶劣 兴趣得不到理解 蒋某然的成长史 简直就是翻版的卡夫卡 根据卡夫卡成年后的生活轨迹 我们可以推断出 蒋某然 人生中最大的变数 是她独立生活之后 遇到的女人们 也许这是一个突破口 蛋蛋啊 这次你算是看走眼了 蒋某然独立生活以后 接触过的女人 没有门 只有顾晓忆一个 可你们却忽略了一个细节 这个人 或许在这里 我看一下 被撕掉了 你们注意看这被撕掉的边缘 非常地不公正 一看就是用蛮理撕掉了 如果一蒋某然的行为 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 粗辱的行动 所有断定 撕掉日记这一页的 应该是顾晓忆 难道我提三者 一切皆有可能 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准确地判断出什么 但是从时间的轨迹来看 应该是认识顾晓忆的前脸 这个人是通往蒋某然内心深处的关键 用他作为口口 尽快与蒋某然间 太好了 顾晓忆告诉你这些情况 顾晓忆是没人知道 太宝贵了 没错 既然顾晓忆说蒋某然和亲人 完全没有感情交流 而是一心把兴趣都放在了工作上 那咱们就从工作说手 找到让他从离婚协议上 签字的突破口 怎么做 根据他的数据分析 如果这些大于他的家庭 给他一份工作 他应该会同意 是我曾经待过的一个跨国公司的 真实职位 真的假的 我知道他们一直在通过里头公司 寻找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的人 薪水和待遇都非常好 蒋某然这么优秀 他们应该会感兴趣的 那你为什么当时没留下呢 公司总部说在印度 我又不喜欢吃咖喱 对对对 这确实是你跟蒋某然最大的差别 何总 我们在谈工作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总是打击和嘲笑我 对不起 习惯了 那你觉得蒋某然 会因为工作抛弃家庭呢 应该会 通常人冷感症的人 在工作方面都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 与此对应的是 他们对工作的价值 也有着强烈的渴求 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冷感症的人 容易当场公司的高层 而且借此机会 恐怕可以看出 蒋某然的真实伟人 可以 这个计划可以执行 而且我也很好奇 李段那边会如何收场 我做 Imagine that 你不打算 我不打算 你不打算 我是蒋某然大薇 你不打算 我当时 你们看他们的工作效率很差 好 下班回见 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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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有时间吗 方不方便和我去个地方 我记得我说过 不要到我工作的地方来找我 出于信任 我才找到你们复合大师 但是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不光让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而且让我和顾小余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恶劣 昨天晚上 她又跟我提了一关的事情 我承认 之前是我们的工作失误 我会重新对你们进行评估 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委托您 等一下 我们已经找到了能复合您和您亲子心的想法 方便和您深谅一下 好 好 不过现在我约了人 船长开车过去 算上堵车 大概五十分钟 见面会谈四十分钟 一个半小时以后 我有时间了 我等你 不见不散 干杯 小先生 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我们已经观察您很久了 经过综合评定 觉得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但是我希望对这家公司 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方是一家印度的IT行业 在印度排名前十的一家公司 更详细地 需要您有医院之后才可以透露 能够理解 您最新研发的游戏呢 让他们看到了广阔的市场 他们正好也在做一个类似的大项目 想请您去做技术误文 条件呢 工作地点在印度总部 然后工作时长呢是两年 年薪五十万美金 每年两个月带薪休假 两年期满之后 则调回中国出任首席 任何问题 你有没有这家公司的网址 对了 老板有明确要求 希望员工在印度工作的时候呢 必须是单身状态 为什么提这样的要求 老板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至于合不合理 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里 不在我们之内 既然是这样的话 他看来这份工作 并不适合你 因为我已经喜欢了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好 等一下 那我考虑一下 告诉你 我先走了 来了 我先走了 贾先生 贾先生 为什么把我约到这儿来 你们想谈什么 我们已经找到 你和顾小毅矛盾的根源 你今天必须要打开你的律师 释放你所有最真实的感觉 我不太喜欢这里的环境 我们换个地方吧 不行 这是我们为你制定的 独家符合料 你们太幼稚了 对不起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贾先生 我相信 每天人体设备不到二十毫升的 酒精材料 对新链板是有好处的 我不能酒驾 我们已经找好代价了 只要你想跟小银姐符合 一会儿的真心就快 我还是不认为 对象 你给他帮我丢了 这些我 大大 你确定这哥们是在跳舞 不是在发现吗 哎哎行了 你别开了 你这已经超值了 发现发现对他有好处 哎 你看这哥们 平时得压一点 是什么场处了这个 哎 我的耳朵呢吧 你刚才跳的那个模糊 我 用模糊这么滋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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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来吧 你走 来 来来来 来来 人瘦难得泰迹 开始 来 小心放这点 好喝点啊 来来来 散散喊 好 来来 我有个问题 应该没有 比我再优秀的男人 没有没有 为什么顾小奕 他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是不认为应该方法丢了你 我还是不认为应该方法丢了你 人生难得开心 开 小心喝醉啊 少喝点啊 来来来 茶茶茶茶茶茶茶 我有个问题 应该没有比我再优秀的男人 没有没有没有 为什么顾晓逸 她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你要想弄清楚她为什么跟你离婚呢 你首先要明白婚姻是什么 不疯吗 别吓死了 你别 你别制止她啊 你说 为什么 你说 本来就是吗 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 婚姻就是 是一对情侣结婚以后的一种 夫妻关系 她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对不对 同时呢 打住 我是让你形容婚姻这个感受 我不是让你下定你的 那你说 为什么 婚姻啊 你得把它想象成一个人 你说一个人 难免会有发烧感冒的时候吧 你不能一生病了啊 你就 群死灭活的吧 就是啊 婚姻啊 难免有些小意思啊 你要学会聆听 学会跟对方沟通 把你的内心 展示住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 我够爱她的 我一直在付出 我按照书上说的啊 我每天晚上 跟她说晚安 我一周陪她逛一次街 我只要出差 我就带回一大堆的礼物 这不是M 这不是M 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给予的态度了 你从来不为人家需要补贴啊 是 再说了 你在人家顾小姨之前 不还有一个女人 你这样顾小姨感受到了威胁 她对你有种极大的不幸 不可能 她根本不知道她的 你的意思是说 这对你们的婚姻 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吗 当然了 我不允许任何 威胁到我的婚姻 一旦我发现危险 我就会立刻地制止她 那你都怎么制止她呀 很简单的办法啊 你干什么呀 你们想套我话 对不对 没有 够了 我们这群 车头 车尾的废物 我决定了 我接受离婚协议 我要跟你们终止合同 好 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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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打你一张 那怎么好多她就终止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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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保证在线人数的话 我肯定是不能参加的 重要的是入口 你的宣传平台 到底啃出多少资源呀 我有话要跟您说 你干吗你啊 今天有人跟我说 如果爱一个人的话 就要给对方空间 如果我给你空间的话 你还会离开我吗 我家里现在有事 我等会儿给你打过来啊 挂了 没看见我这打电话的吗 非得现在谈 对 就是现在 谈吧 我说呀 让你说你又不说话了 我同意离婚 你喝酒了 你别管这个 我现在很清醒 你提的所有的要求我都会答应 但是我 别要提要求 我要有天天看到田田的自由 你笑什么 我觉得很可笑 我想笑你管得掌握你 你要自由 你第一次遇到我的时候 你给过我自由吗 你把家里生活的一切都变成了数字 我也想要自由 小一 你听我说好吗 不 不 我听你说的太多了 你听我说 爱是尊重对方 没错 可是你知道的太晚了 一个蛋糕 我可以往上面加 各种各样的颜色 各种各样的水果做点缀 以我的工艺 我可以把它做得精美绝论 可是一旦 这个蛋糕呸坏掉了 不管我在家多么奢华的装饰 都是徒劳 谁也无法掩饰 从那耳外而散发出来的腐臭 别说了 别说了 刚空 你为什么要当附和大师啊 说来话长 你想听一下 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吗 好啊 我爷爷曾经是矿场上的工人 三十多岁的时候因为一次工伤 涮滑了腿 后来他下半辈子只能住馆了 其实那个馆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是从后山看起来一个破树枝 我爷爷和我奶奶一起过了六十多年 后来我爷爷去世了 留下了一个破坏症 大家都说 这馆车也没什么用就扔了吧 我奶死活不让 后来我奶推脚也不好了 就一直用着那个管 那个管你知道就是用那种胶布 和铁丝鼓起来 还能勉強凑合能用的那种 知道 我奶奶临终前 我问她 我说奶奶 拐杖都破成那样了 为什么还不弄 我奶奶说 东西坏了 为什么要扔弄 修修补还能用 其实离婚不是婚姻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我们复合大事 就是帮助大家修复这些问题 你奶奶的故事真让人感动啊 那你呢 你是怎么修复自己的感情啊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和你姐啊 认识在年少时代 后来我们俩都长大了 才一直 我们俩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物质 就像油和水 永远不能相融在一起 他比想反省 温光 咱们喝茶吧 寡游 什么都不要说 静静地聆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习惯的话 这还不简单吗 我告诉你啊 每一个聚集你的灵魂里 都有一颗骚动的心 想想喝了酒的蒋木然 那疯狂 而又销魂的舞 二位老大 我说的不是那个事 我说的是 他说减除合同的事 这很明显 这就是那分手大师搞的鬼 还是 不是 那是很明显的 干什么在关键中分手长 蒋木然放来了 解除合同的补书协议 因复合并未见效 因此本人并不支付任何费用 而李断等人策划了 蛋糕人行动失败 加剧了复合双方关系的恶化 因此扣除部分定金 限五日之内如数退还 这人也太不同情达理了 咱忙活半天没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说说咱们啊 忙前忙后她把咱们吵了不说 还让咱们退钱 简直丧心病狂 我说什么来着 撮合他们在一起 反而就是害了顾小意 作为一个女人 我完全无法苟通蒋婉然的做法 老大 你还有心情保护呢 小茉然刚发来的 解除合同的补充刑意 您过目 表起来吧 这是咱们事务所的耻辱 因以为见吧 不是 挂哪儿 挂你家卫生间 那样我会变秘的 来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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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去吧 虽然就是 啊 不 去吧 你 太棒了 早晨 蒋默然已经给复合那边 发了解除合同的协议书 看来蒋默然是真的动心了 时间紧迫 必须趁热大天 蒋默然 姐姐姐 喂 蒋先生 你好 不好意思 他说要约我再谈 好 没问题 蒋先生 好的好的 没问题 好的 我记上了 好的 那明天见 好好的 Good 好好的 您 好好的 您好 好好的 词 加入黄油 白糖 然后呢 用这个电动打蛋器 搅拌至均匀 接下来呢 我们加入低筋面粉 这个面粉呢 大约加一半 然后用这个橡皮刮刀 从底下往上翻 下压 搅拌至没有粉为止 对的 大家注意了 这个酥皮泡肤呢 做好了之后不能马上吃 为什么呢 就像我们的婚姻和爱情一样 够甜够香 但是里面的奶油也够烫嘴哦 离婚协议我签了 找个时间见面吧 请请请 直播了你干吗呢 小易撕烘焙 烘焙小意思 大家好事顾小易 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蔓延梅蛋糕 酥皮泡肤 今天脑子有点短路 下一步 该预热烤箱 对 烤箱 然后呢 我们把牛奶黄油和糖 混合 加热至沸腾 沸腾约一分钟 老大 其实这次复合行动的失败错不在我们 那蒋莫然 跟林荣阳 那情况完全不同 林荣阳是深爱着方淼 是方淼心里有个坎过不去 所以两个人才破除万难 复合成功 但是这次被复合方 顾小易才是个正常人 而蒋莫然是个怪物 所以放弃蒋莫然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赵莫然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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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反正 喂 喂 在哪儿呢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来上班 我在外面有事呢 对了 这一次就算是我跟你请假的 不许靠我公司了 拜拜 不是 喂 喂 老大 不是我挑事啊 咱们事务所里面 敢这么挂你电话的人 应该只有他了吧 叶子 你不懂事 你要对未来老板娘 有最起码的尊重 老板娘可 老大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莫莫自己封的正好 找到了 老大 周末现在就在 蒋默然公司的附近 这蒋默然前脚发来 解除合同的补助信息 后脚梦我就到了 公司附近了 这说明什么 不会跟上次 刘洋案一样吗 难道 他被判了吗 我早就说过他有问题 你们偏把一颗炸弹 放在身边 怎么样 炸了吧 我懂了吗 我怎样 啊 我 走啊 我 就 请 请 陈先生 你好 你好 请坐 这个是合同 您看看上面的条款 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可以及时提出来 合作年限能否再搜短 我可以放弃所有的休假 这个恐怕不行 两年时间是老板交代死的 一天也不能上 可以理解 那我需要一份伊迪安置费 作为补偿 这个可以考虑 不好意思 喂 行动已经暴露了 李断他们正在朝你这边赶过来 你赶快撤 我让你马上离开 你听见没有余光 已经暴露了 李光同学你好啊 你们认识吗 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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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是形容在我心目中 至高无上 独一无二的位置 放心吧 私事 跟咱们工作没有关系 这份合同写得真是漂亮 这待遇如此之丰厚 余光同学 我也是单身 不如把我也 拼到你们公司里上班吧 对不起女神 这份工作 也不合适 我当然不合适 我也不是顾小艺的老公 也不是蒋田田的父亲 这是什么意思 余光同学我想问你一下 身为分手大师 有没有一种办法 把分手大师和复合大师之间的孽缘分开 这个你得问你解 蒋先生 我隆重给您介绍一下 您对面的这位先生 姓于明光 是分手大师得力的助手 全能天才 不过难道今天我也才知道 他最擅长的 是撒谎 我想你有必要跟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咖啡喝吗 咖啡喝吗 就是 那咖啡就这 没问题 我告诉你 就是 就是在这 你们怎么来了 你又为什么会在这 我刚刚粉碎了一个分手大师的阴谋 好 蒋先生 有时间的话 我们重新谈谈合作吧 好 险切啊 险切就牵下来了 倒数的鸭子就这么给飞了 能 这样你接着能 你不是说什么 各种月安全做好了 碰到万一情况怎么应对 然后呢 怎么一个回合都不到 就让人打翻在地了 怪我喽 谁能想到女神会从天而降 太突然了吧 我瞧那点出息 你每天跟我斗嘴的时候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你怎么一看就磨磨就怂了呢 周末跟你能一样吗 别看你们是姐妹啊 可是这悬术也太大了 一个在天上 一个就在深海的你里头 而最主要的是 周末在我心中 是有性别的 我在你心中 我就无姓人是吧 气死我了 就别埋怨我了 她这么突然一出现 我心脏吃点醋挺 能回来不错 我给 失败得更好 那你说 接下来怎么办 等等看吧 等等合适的时机 后发指引 说 有话就说 之前 我一直以为周末 在有意无意地给你汇报情况 所以你才能掌握 附和大师的所有计划 但是今天的情况表明 这个内应不是周末 那他会是谁呢 没关系 你不说我也不会问 你是老板 我是员工 你付我工资就行 懂事 来 我对你们事务所的每一个人 都做了技术评估 叶子 十分 周末 两分 包教授 没分 我真是受不了了 真的 就这个蒋莫然 我每天晚上都做个梦 梦见他 他简直就是一个 人形计算机 每天在这算呀 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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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这哥们 体内有一个异形 哎呀 恶不恶心呢 你们俩 不过话说回来啊 和这种人结婚 确实挺悲催的 他们用感情 用公式套上去计算 这太可行了 我建议 我建议 我们合不趁这个时候 把这个案子给你 吐了 我同意 这种人啊 一旦咱们的行动 不合乎他的预期和计划 他肯定会讹上咱们 老大 你这水也太满了 气压差 不赖了 这个蒋莫然啊 我和顾小毅 他们就是不同其压 一个高压一个低压 根本融不到一起 我建议啊 咱就别唱了 对 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叫水知道答案 那里面写着科学家 有过研究 就是有那么一杯水呢 你经常跟他说一些赞美的话 他就能形成很漂亮的六角形 甚至呢还能结晶 可是在这杯水里面 你要跟他说了一些恶毒的话 他在结晶的时候 就会被打散 甚至无法结晶 我觉得水都有感情 更何况是人了 所以 只要我们努力 一定会改变蒋莫然 我们相信水是有感情的 但是这本书 那科学家的学位是买来的 人早就辟谣了 他写这书 完全是为了卖他那纯净水 不是我打击你啊 莫莫 你什么时候也假模假式的 跟我这儿掉书袋呢 跟我这儿上演恩公莫 我赞成莫莫说的 在日本有个叫牧村的果农 他尊重自然规律 他坚持用一种无农药的方式 他就会把他组织 他组织了十一年 终于成功了 他种出来的苹果 味道极好 而且不易腐烂 人们都说 这个苹果里 汇聚了他的灵魂 恩公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对蒋莫然 多一点点耐心 滴水 我们做复合大师的 就是要去修复 这样痛苦的相处模式 我相信 当我们修复了蒋莫然 和顾小鱼之间的感情之后 这背后的意义 我们一定能感觉到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的理想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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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乐呢 你今天无故迟到 应该提出严厉批评 知道吗 不过 监狱你及时地识破了 分手大师的阴谋 将功补过 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您来咱们事务所 第一次受到表扬 而且做得极好 给你鼓励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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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你也讲究 你这老婆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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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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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霸气都要感谢男人的栽培 没人挡风遮雨 只有自己披荆斩棘了 签好字的回家给我不就行了吗 还约了这么难喝的咖啡厅 协议呢 我后悔了 签都签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后悔 这可不是您一贯严谨的作风吧 我觉得吧 咱们都抓紧时间 赶紧把协议签了 谁也别耽误谁 你礼拜即有时间啊 小姨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打算离婚了 你就自当我什么都没说 好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个成年人吗 什么都没说你约我出来干吗 你到底签没签 我确实签过一份协议 可目前她在碎纸机里 严格意义上说她已经失效了 小姨 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过比较好 我想我们还是走程序比较好 小姨 田田 跟妈走 我不走 我要等会儿爸爸 那在这儿吃吧 吃完了我送她回去 你不跟妈走吗 你不跟妈走 看她把悉文交流 你也会听到你 她跟妈走 你也会听到我 别езд了 Tyson 你不听我说话 看她是什么 这个话 人你不听我说话 什么话 我听你不听我说话 他就很可怨 你不听我说话 所以我便取得等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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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男人还有面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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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你 活得还挺有水气的 咱俩不是和好 我们说话怎么带刺子呢 是啊 可能多年习惯成自然了 我跟你说啊 咱俩纯属讨论应用 绝对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如果他答应了 我们马上就说什么 好 那比你们强啊 你们都已经拿着 顾小艺的日记了 这么明显 蒋默然就是一神经病 你还帮他复合 这 你们那什么狗屁 苹果树理论 你觉得你可以拯救蒋默然吗 真把自己当救世主 咱俩谁把自己当救世主了 之前发表林欧阳的事 你咋想的 非得插一杠子 是这林欧阳拜托你了 还是罗曼曼拜托你了 像你这样倒贴给人家分手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如果是别人的事 我绝对不插手 但是像你那样 这种穿花蝴蝶 都可以当复合大师 我确实是因为看不过眼 才出手 我再你这歪花还挺多呢 还穿花蝴蝶 还有什么呀 你 非好 我怎么就说出个穿花蝴蝶来呢 为什么说你嘴那么顺 可能还是因为你活该吧 不是 我怎么活该了我呀 行吧 不管 你们是卖苹果 还是卖烧饼 我会盯住蒋默然 我不会让她再对田田 还有顾小艺造成任何伤害 以前我是对人不对事 但是这件事 我真的是对事不对人 我告诉你啊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家庭是绝对完美 有裂缝就该修 像你这种一遇到的事 就砸锅拽玩一了百了 十足的败家女 你说我什么 说你呢 败家女 而且你败的是别人的家 还不是自己的家 就是 我们看看到底 谁在败谁在街上 哎呀 他怎么知道叮河树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